今天我们聊越南跟柬埔寨 其实一般人到了外地去打拼时间长 如果到了外地 不能够入境随俗的话 就会水土不服 所以先请到三位来宾 像是如果到越南去工作的话 一个礼拜吃七天的越南菜 你能够接受吗 圈叉 Yes or no Yes 会打Yes 因为你还是不行啊 对啊 因为我对照的比较没那么喜欢 因为它有很清淡的口味 也是啊 可是就是说它毕竟 炸的也还蛮有名的嘛 那我个人其实比较偏爱地中海饮食 就是个人偏见 不过现场两位女士 对越南菜都可以吃七天都OK 其实越南菜的口味 台湾人应该相对来讲习惯 因为台湾越南餐店也蛮多的 来介绍一下 如果有一天去越南打拼的话 我们会吃到什么样的食物 像这个的话是虾柜 虾饼 甘蔗虾 你看春节里面有包虾 越南很多虾就对 对 再来这是法式面包 所以基本上这些餐 这些餐在台湾的越南餐馆 应该都吃得到 都吃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越南菜 还包括了很有名的 越南河粉是欧巴马去吃的 越南的肉掌 虾饼 香肠 春节我们现场有 炸项鱼 鸡粉 越是螃蟹 甘蔗虾 我们现场也有 还有这个滴肉咖啡 我们今天的会长 特别赞助带来一些咖啡 给我们来做品尝 比较特别的是 台湾餐厅比较少见 在越南很多的炸项鱼 会长有常吃吗 这道菜 因为它的鱼 我自己去吃过一次 到了餐厅 它鱼一定是站着 它不是躺平的 它左右两侧的面 都是 它是把中间空 然后把它炸了以后 整个鱼会这样站着的 对不对 然后它不是只有这样吃鱼肉 它会给你一个 像米做的那种 像我们春卷一样 它是完全米做 然后它可以包青菜 然后再包鱼肉 然后再沾那个酱 它基本上好像所有的 我们桌上看到的食物 或者是餐点上的食物 你要的话 全部都可以用青菜 深夜菜包起来 然后沾它的越式 酸酸的酱 对 它那个是鱼露 叫做鱼露 鱼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 在越南 比较有福气的意思吗 比较好看嘛 主要是 其实越南人 真的他们很有艺术的那种底子 所以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不是只有饮食 很多方面你去看他们的 包括咖啡店 或者是他们的艺术的素质都蛮高的 包括他们的建筑物 主要是他们当初有受过法国统治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那种素养都还不错 我那时候特别去过像导游 我说为什么我们每餐吃炸鱼的鱼 一定不能躺着 一定要站着 导游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开完一下说 因为这样子的话餐厅就不会偷工减料给你一面而已 还两面都有 那你看得到出来桌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炸鱼 像圆圆的 而且看起来蛮福态的 因为它这个圆形的这样炸出来蛮好看 会长 越南话吃饭怎么讲 我们讲吃饭是安宫 安宫 宫是饭 安宫 在台湾的话我们是拿碗宫 是安宫 既然我们做上菜都已经介绍完一轮了 三个来宾想要尝的话就自己动个手了 我要特别讲一下 我说我去年去列上越南 我特别到了当地的传统市场去看一看 我说什么最有名 他们说是男人的话呢 就要带一个这个回来做纪念 是什么 很像饼干啊 饼干 长得蛮像饼干 颜色也很像 应该不是吧 清纯的学姐 看这个形状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结果我现场猜我也猜不出来 这个原来是泡药酒的 迪华街有卖的类似的东西 迪华街卖的是蛇 没错 原来我这辈子活到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蛇边 长得跟其他动物都差不多 也是有那个形存在的 然后他说这个是泡什么酒都可以 越南是传统市场 你去每一家干货店都有卖 越南是传统的补品 那说到这个 这个今天没办法帮大家加菜 因为我没有准备酒 在录影当中 但是会长 因为我在当地去玩的时候 啤酒一瓶 就是我们那喝的小瓶的啤酒 开罐式的 台币要二三十的 其实它当地消费没有说 想象中那么的便宜是吗 其实越南在之前的时候 就比如说 我要举例 我们那时候 之前去的时候 一碗河粉 大概三千 四千 三千到五千最多 看料了 现在是三万 三五千是台币多少 月币三五千的话 除七百吧 除七百 对大概是十 四十五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二十块到三十块台币 没有啦还没有啦 两块多 两三块而已 三千块而已 三千块除以七百 金融风暴旋 你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 对对对对 现在大概就是三万到五万了 对 三万到五万 三千到五千 之前去的时候是三千到五千 四千我去的 现在是三万到五万 五万除以七百五的话是 所以是你看 我正在算 我正在算 五万除以七百五 对 七十 六十几吧 一碗面吗 对 是这种河粉吗 对对 六十几块 而且不便宜 台湾差不多 我们榨菜肉丝面也大概六七十块 对我们 我们如果是台湾 卖的越南河粉小吃 有名一点是一百 那便宜点 大概也是八十几块左右 会长讲的 这还是一般餐厅的价钱 不是那种高档餐厅 没有没有没有 就小店 一般饮食店 随便吃都 叫一个面都要六七十块 他们当地的工资多少年龄 他们的一个GDP是 两千两百多块美元 那换算成台币的话 他们年锁得是六万台币 年锁得六万 对那我们是年锁得是 两万二台币 GDP嘛 两万二美金 对对美金 那这样子算下来 其实他们大概是 我们的一成左右 对 那你讲说六万块一年的话 一个月才几千块 不到一万 对 那他们吃东西 相对来讲也没比我们便宜太多 比我们算贵的 因为我们的锁得是他们的十倍 可是我们的核粉的价格 只比他们贵 一点点税 其实他们的物价算是偏贵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活 那他们的痛苦指数应该很高才对 赚的不多 但是消费还算相对高的 我想越南有很多台面下的收入 怎么说没有报税的 没有报税的 就是小的店或是路边摊很多都不需要报税的 而且越南人台湾话有人说一句话 越南人相当个赶跳 就是说他们有什么钱不一定放在银行 黄金或是自己的财物都是藏在自己家里 所以外面的人并不知道 然后越南人也不会柴肉白 就尽量的这个表面上你看起来很穷 但是其实它可能有这个 偿富于民的一个现况 就是说 那这个普遍的现象吗 对 一个普遍现象 其实它是这个偿富于民的 这个倒跟我们有时候在看 国际界的GDP的数字刚好相反 有的时候我们还常在想说 我们台湾是不是GDP有灌水的前移 因为汇率的关系 我们本来没有2万多 结果变2万多 相反越南是可能更高 但它是看起来上面数没那么漂亮 没错 他们一般有储蓄的一个习惯 而且不露白才不露白 像这个越南的法式面包 应该就是当时法国殖民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个饮食文化跟习惯 喝咖啡也是吧 会长 听说胡志明市的咖啡店 6000多家 比我们的超商还密集 对 差不多就是三部一家 五部一家 而且其实他们的咖啡店 你不要看那小咖啡店 每一家都有生意的 6000多家每一家都有生意 每家都有生意的 绝对有生意的 不管是路边摊坐在那里喝的 坐那挨板凳喝咖啡的 或者是那种装潢的蛮不错的 那种店里面都有人 男人多爱女人多 都有 之前是男人多了 现在嘛贵妇人贵少年很多了 我为什么这样问是因为当地有个说法 男人去喝咖啡 女人去上班赚钱 对 是这样的 真的吗 之前的状况 之前的 之前的 之前是多久以前的 对 越战之后 越战之后就是大概我想是 这几年经济发展之前的时候是这样的 包括其实我可能就是2010之前的话 都还有类似这种状况 所以他们真的是男人靠老婆养很多这样的状况吗 其实也不是靠老婆养 我觉得那个主要是越南女人比较 有的时候会比较强势 然后他们也比较 赞尾欲比较高一点 他们希望就是说 他宁愿就是你在 你在那里享受生活 我来赚钱没关系 我不要你出去赚钱 有那个机会去接触到别的女人 是这样子啊 有的时候是这种心态了 然后其实最主要是这样子 越战之后男生少嘛 女生多嘛 所以很多的打越战的时候 很多后勤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嘛 所以就习惯了 就是女人在继续往这一方面 一直延续她的工作 男人去打战以后 剩下的大概就是比较少数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大家就会比较捧着他们啦 原来如此 这也难怪因为在台湾早期的时候 对于越南的一些印象很多啦 我说部分啦 尤其台湾蓝领阶层 喜欢到越南去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伴侣 因为越南的太太厉害又能干 就像刚才会长所讲的 所以有一些台湾男人的印象 还对于越南女子停留在 十几年前的越南外籍配偶的一个时代 对于这点我要特别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小故事 因为我并没有交往过越南籍的太太 但是当年有一个社会案件是李台湾搞鬼案 对 那个案子非常的大 对 那时候我就因为电视台就说 我因为方便一个男生文字也会拍 文字间摄影你就去越南 发生没多久呢就叫我去越南找李台湾的 吴台湾吧 去找他的那个太太阮氏他们家 结果我就飞到了越南胡志明下来之后 就找了一个当地台湾人开的婚友社 然后又坐了八个多小时的车 在乡下找到他们的一家人 然后就是李台湾他的 应该算是太太的娘家 这是妈妈 然后这是阮氏的妹妹 我到了现场之后 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大女人在台湾遇害 就是死亡 当时还在调查原因 妈妈第一件事没有问我说官司打得怎么样 妈妈第一件事问我说 请问陈先生你结婚了没 或者是你也有没有同事还单身呢 因为你太帅了 不是问题 即便是他大女儿发生的事情 他还是希望他的小女儿有机会的话 嫁到台湾 大概是十三四年前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他们家是水泥墙有没有 但他整个村落 只有他这一间房子是水泥的 其他全部都还是用泥砖跟草盖起来的屋顶 所以他妈妈还是希望台湾在他眼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他也相信他的女婿李滩 即便发生意外也不会是他 他不知道是不是好人 但是他还是希望说他女儿 有希望就希望能够到台湾来 所以就是抱着那一个心态 台湾人就是这新闻是那时候非常大 然后印象很多停留在越南的外籍配偶 但是现在的越南 你觉得不一样 他们的进步非常多 虽然说城乡差异大 但你现在到了胡志明 你不会感觉到是印象中的越南 对 你可以看到胡志明街上 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外国企业 那么还有胡志明的房租水涨船高 可能你十多年前 那一坪的租金现在都是十倍 或甚至三百倍这样的状况 那么外国的很多的headquarter 也都放在胡志明 因为胡志明是商业都市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事实上胡志明的生活消费水准很高 因为他这个受到法国文化影响很大 那胡志明有这个小西贡的一个称号 那这个很多人 即使他薪水赚得很少 那么喝喝下午茶 然后吃法国面包 喝法国的 法国式的咖啡都很重要 那整个的那个 我们刚刚说过 主持人也提到过 那个越南的经济 现在的就是数一数二的 它的表现不输于其他东协国家 你可以想象到 我们台湾会用那些手机或包包 当地都有卖 价钱比台湾一毛钱都不少 我当时还想说 哇 买只手机它可能存几个月 可是路上的人用的手机 比我手机都还好 而且还不止一只 还不止一只 身上有的时候 通常一般都很普遍的两只 我很好奇 因为越南从去年四五月开始 开放它的房子也让外国人来买 对不对 再早之前没有开放市场 那台湾人知道现在海外买房团越来越航 会长的观察 越南的房子可以买吗 这几年还可以买 这几年还可以买 还有空间 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说 在于说它的投资利润多少 而是因为以前有人讲说 越南的买房子只有房子没有土地 是 对于这样子 现在它现在已经改变了 它就是外国人去的话 也可以买房子 然后也可以 有有土地的吗 有 就是有期限而已 使用期限 对 有期限而已 以前它只能买就是公寓室的 只能限定公寓室 而且还是几层楼以上的公寓室 而且还有限定数量这样 可是它越来越开放 然后就有时 你现在也可以 就是看越南自己本地人买 没有期限的 外国人买是有期限的 对于土地的使用 本地人的话就基本上 房子和土地永久的 外国人的话就是几十年之后 那个土地全要归房给政府 我知道现在因为越南开放之后 很多国际企业进去 所以高档的高级公寓那种 投资物件非常多 就租给这些外国的主管 没有错 燕丽 我知道你参加很多 这种地产投资说明会 像这些越南的胡志明市河内 投报率 很多业者打出来是5%到7%左右 那可能比日本还好 5%是小看的 事实上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说 你要满足大家的胃口 特别是台湾 其实这几年的房地产的 一个投报率都很低 那以台北市来说 我们的租金收益率 普遍都不到2% 东区最惨 收购附金大概只有0.7% 所以其实 对 所以其实对台湾的 这个长期投资房地产的 这群人来说 不管是越南也好 或马来西亚或泰国 任何一个东协的国家 他们都有兴趣 那以这个越南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台湾的业者 其实真正乘坐的业者 不是很多 因为毕竟就像刚刚会长讲的 去年才真正的开放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台湾的业者 会希望说 如果我们真的带台湾的 投资人过去看 越南的房地产的话 会希望我们第一个找到比较 这个优质的建商 而不是房子盖一盖就倒闭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还是要提供所谓的 这样一条的管理 才能够方便大家去做 后面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那对台湾投资人来说 它的风险到底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 当然就是说 越南的经济的表现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只是说 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号称头暴率8到10% 那是租金的部分 而不是它涨价的部分 对 没错 那就说 可是如果说 每个人都进去越南这块市场 因为事实上去年的资料是 整体外资投资到越南这块市场 高达两成就是去投资房地产 这么多的资金 会不会在未来5年7年 它达到一个量大 甚至是一个泡沫化的一个情况 当然现在提泡沫化还太早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 当大家都盖了这么多刑检案 那你要租 你好不好租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马来西亚 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状况 那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因为它的贷款利率十几% 那台湾很聪明 然后就觉得反正我在台湾 我用我既有的房子 我去做二胎三胎 对 我去征贷 其实还是可以cover掉这个10% 但是另外回归回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去所有东西的国家 去投资房地产 都要思考到的问题是 我今天去越南买房子 我不是为了跟他谈恋 我一定是有一天 我要做一些获利了结 谁来接 对 谁来接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当地人 其实都会觉得他们的房价 有点像天边的那个星星一样 太遥远了 台湾人去买的当地的投资房 不是一般当地人会去 真正买来使用住的房子 对 所以其实对当地人来说 还是会觉得房价 都已经有点压力 更何况是台湾人 我们去买的物件 更是所谓的一个高档的物件 所以你五年后 七年后 你要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到底由谁可以来接 我觉得这是另外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非常丰富 除了带你了解当地的政绩环境之外 带你吃吃喝喝当地的食物 还有一些当地的习俗跟禁忌 你不知不可不可不知 所以我们东协系列报的当中 也有一个台商不可不知单元 请看 越南哪些禁忌呢 我们的制度单位特别去搜集了网路上 一些提醒大家的事项 包括了你去当地做生意 尽量不要去碰到烟斗 鱼露还有石灰桶 可能这几个就像是我们 不太希望在台湾碰到一些 无碍无碍脏东西的一样的道理 另外做生意的话 不能够奢账 在主在年初月初 尽量不要让它找到你 还有在年初月初的时候 不要穿白色蓝色的衣服 过年期间不要打扫房间屋子 这个其实台湾人也有 过年扫房长把钱材扫出去的意思 食指弯曲这手势是不尊敬的 年纪相近的话 不能够叫大哥大姐 这种话不讲 要叫二哥二姐 这什么原因 我们实在找不到 不要吃烧焦的饭 会有口舌是非 所以锅巴饭在当地是不卖的 不要跟人家借书子 除非借给另外一半 会长这些当中 你有听过哪几个 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越南有碰过的吗 其实我对这个什么白色蓝色 这个可能比较 印象深刻一点 因为当初前几年 四五年前 我那个时候刚去 我为了要装饰我露天咖啡厅 然后那个时候 越南的那种LED灯 还不是很普遍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这边的一些 咖啡店用白色蓝色的 那个LED灯 装饰很漂亮 我就买了很多过去 去装饰我的露天咖啡厅 结果我们家的司机 一看到那个颜色 就哎呦一声好大声 你就在那边 你是后来装什么颜色 蓝白都有 就是白色配蓝色 白色配蓝色 白色配蓝色这样子 白色的和蓝色的 我觉得绕起来很漂亮 那种很清纯的颜色 还有哎呦一声好大声 我们想我想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他问我们的翻译 然后他们说这个白色蓝色 对他们来说是那种粗病的颜色 粗病的颜色 粗病的话一般如果人家办上市的时候 会用白色和蓝色 他们做的那个上服 就是那种商家穿的衣服也是白色蓝色 所以他们对白色蓝色比较敏感 可是其实这几年下来 已经慢慢开始 我看到很多的咖啡店 越来越开放西化以后 对也都用这个颜色了 对对 其实这边有很一些 可能有很多的 都已经是比较久 比较比较古老式 可是越南的女子的传统服饰 不就是飘逸的白色的传统服装吗 它只是配色而已 可是也很少用蓝白 纯白OK 但是蓝白在一起就不行 对对也很少 比较少 可是现在就已经比较 大家都是以美感来取胜了 取决了 其实我像什么经商忌惠 奢账这个 这个现在越南很多 其实很多都是用奢账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内心市场做的时候 会比较难做的 因为我们台商在那边经营 如果做内心市场 都是要求你现金先来 或者先把钱回进来 对我才出货这样子 因为他们当地人 也就过去比较没有舍账的习惯 所以他们对于台商要求 你现金买断 他也没能够接受 对对对 这也蛮好的 这样做生意非常明确 对不对 如果都不能够舍账的话 那银行不是放贷部门很辛苦吗 对不对 所以朋友回来继续聊 柬埔寨 他们有哪些禁忌也要注意的呢 我们马上回来 给大家时间 怎么办 出去 by紧 谢谢观看